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有些網媒傳出一個消息 來自旺角糕屋團的銀發族李伯 他早前硬吃了催淚彈 然後入院 最近還不幸離世 他在入院之前最後一個在Facebook遺言 他說吃了毒催淚彈呼吸困難 最慘就是失眠去了看普通的西醫 吃了抗生素幾天效果都不好 昨晚還有今天也有煲綠豆水和菊花水 好像就好一點 請問大家有什麼指教 中大校長段崇志也要入院六天 可能也是毒催淚彈之類 這一篇的貼文在上個月的24日發出 之後這位李伯就去了醫院治療 然至12月3日就不治 不幸離開了 所以這些事件對於長者來說很可憐 羅志光大局長和陳肇始大局長 還可以唐而王之在議事堂 跟人說去燒烤 那些毒素還多過催淚彈 你自己下去吸一下 你這些不是做局長的 西裝骨骨 你自己也有這麼長年多 你也六十多了 跟這個銀發族的手足差不多 年齡是 你怎麼會說出這些惡毒的說話 對不對 今天看《蘋果日報》又有一個放風 接近政府的消息人士說 說要成立這個所謂獨立檢討委員會 那你會不會查這些催淚彈 當然不會 不會的 市民怎麼會收火 難道這個李伯的姓名不是姓名嗎 難道這個李伯的姓名就是沒有價值的嗎 對不對 為什麼你不查這些 是不是 你要巨勢無遺全部的 性命全部的 就是傷亡 你也要查的 不是只是集中 你現在說查什麼 就查612721831和新屋嶺 主要查這四樣重大事故 查沒有什麼市民怎麼會收貨 對不對 你現在想放風出來 通過《蘋果日報》 就看看市民會不會收貨 現在很肯定的告訴你 市民是不會收貨 至少我不會 我這個市民不會 OK 此外這個消息人士還透露 政府將會根據調查委員會的條例 來成立這個獨立檢討委員會 即是說這個獨立檢討委員會 將會有傳召權 和調查權 他就說 特區政府認為這樣做 就已經可以回應到 不少市民的訴求 麻煩你不要騙人 就算你成立了一個真真正正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就此罷休 因為對於你特區政府 完全失去了信心 完全對你零信任 對不對 更何況你又在這裏整理 當日你說撤回 你不撤回 你又說壽終正寢 一會兒又這樣那樣 到最後你一樣要撤回 你就一樣要跪低 對不對 現在別人叫你搞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就死人都不肯搞 又說根據調查委員會的條例 你對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 為什麼你都要餘目雲絕 為什麼你都要整理 最終你都是要跪低 向這個民意 為什麼你還要放這些白癡的封 還有 你之前一直已經說過這件事 這個獨立檢討委員會不是查警察的 是查整個暴動的成因 包括社會的成因 經濟的成因 麻煩你不要說廢話 現在市民要求查的是什麼 是查警察的暴力 你就是完全不敢觸犯這個禁區 警察你又不敢查 昨天新任的醫管局主席 范雄寧也透露了口風 他怎麼說呢 如果根據調查委員會的條例 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 將會有法定的權力來傳召證人 調查這個暴動的成因 而且是對事不對人的 當他調查這個暴動的成因的時候 起碼會調查暴動家劇的成因 一定離不開涉及警察 不是查哪個警察做錯 但是查整個警察的部署 是脫離不了 拆不得開 麻煩你不要說廢話 范雄寧先 現在不是查警察的部署 是查你老母 這是查哪個警察 干犯了什麼暴行 從6月9日開始到目前這一刻 哪些警察在街頭暴打的那些年輕人 哪些警察回到警署暴打的那些年輕人 哪些警察在新屋嶺暴打 哪些警察在831的太子站暴打 是查這些東西 721有沒有涉及警察的合作 是查這些東西 不是查警察部署有沒有查 對不對 幾十歲人掛著賺錢 那些良心跌到哪裏 這些人全部是 多餘的 整個獨立檢討 為什麼要檢討 檢討你打的那些年輕人打得不夠大力 還沒打得死他 啊 個個鬥幾十米一個月 你全部掩著良心 做人做到幾十歲 鬥那麼多人工都沒用 一個二個這樣來對待自己的青年同胞 對不對 給你賺多少億 怎麼辦 你還有近一年花 真是多餘的 還有你那些後代怎樣面對香港 對不對 是不是完全沒有子女的 你們是 一個二個學一下 李嘉誠的整個發財立品 別人賺那麼多錢 把那些錢回饋回社會 搞一個李嘉誠的基金會 現在有些中小企業需要應急 就是幫一下別人 舉手之勞 你又不是你那些 喂大哥那些官 對不對 每個鬥幾十萬一個月 那又怎樣 啊 說完那些東西 根本個個言不由衷 是不是你真的這樣想 還是你因為要在這裡 施惠掃餐 要鬥那份薪 在這裡逼著自己 這樣說 那你做人也沒有意思 對不對 不想說這些人 就說說關於商場的佈置 現在已經是12月 第一個禮拜 還有三個禮拜 就已經聖誕節了 但是很多商場的 聖誕的佈置 他們都不敢搞 為什麼因為怕被火燒 以及怕出事 原來又一成一年三日 燒那棵大型的聖誕樹 就嚇怕了很多地產商 使得他們不敢在自己旗下的商場 搞一些很大型的佈置 怕他們拿來燒 在APM和新城市廣場 他們的聖誕佈置就留到怎樣呢 只是在圍蘭的玻璃貼 聖誕節的貼紙 而且在新城市廣場當中 那些反送中的文宣 更加數量是比商場的聖誕貼紙 而且在中環的IFC商場 本來上個月就已經佈置好 一棵大型的聖誕樹的裝飾 但是馬上看到又一成出事 馬上拆掉 然後搬回全倉 為什麼怕如果有什麼示威 和你唱或演變成衝突的時候 就變成銷樹 有地產商向傳媒透露 今年聖誕的裝飾 全部都要低調處理 以免增加了商場和商戶的風險 凡是有機會被釘被燒的物品 一律避免放在商場裏頭 所以大家看到 現在聖誕節的氣氛 比往年更加低沉 基本上跟平時沒有分別 貼紙或什麼把鬼 至於商場的節日推廣活動 本來在年初已經簽好合同 邀請費用 甚至乎是上百萬 但是今年很多商場 考慮到經濟大環境 和保安的理由 在10月開始先後 取消了相關安排 而且有些表演者 本身也不太想來香港 因為看到這樣的情況 很多商場 今年使在聖誕檔期的節日預算 大為縮起 為什麼呢 擔心一旦扔了錢的時候 就擺在毛底洞 完全沒有反響 而且一方面想人流聚集 另一方面又怕人流聚集以後就出事 所以就進退維谷 所以索性就是這樣 不如就不要搞了 一動就不如一靜 另外大家可以看看 尖沙咀海港城對出的空地 往年有很多聖誕的佈置 現在到12月頭 更加只是一早擺出來 給那些人拍照打卡之用 今年依然空空如也 什麼都未有 到底會不會有呢 我相信也未必會有 今天已經是6日 24日、25日已經聖誕 難道擺出來擺十幾天嗎 同時大家可以預計得到 今年聖誕檔期的消費市道 一定是相當疲弱 本地人來說 一來大家就沒有心情來慶祝和消費 面對著香港這麼嚴峻的環境 亦有一個經濟下行的預期 大家都在勒緊褲頭 另外又不知道哪間黃店哪間藍店 更加要謹慎消費 至於外地遊客 如果你說海外的人 要坐飛機來香港 他們一早就已經買好機票 整個世界這麼大不一定來我們香港 很少人會積慶在這十幾天之內選擇來香港 很多人都選擇不來 這是自由行 因為他還在那裏 拿著 未曾放下來的時候 大家看到 聖誕檔期的消費一定非常嚴峻 我們又看看陳茂波大師掌 他在10月的時候說過一番的話 更加令很多人 不肯去消費 為什麼呢 他又說到私人消費 就是香港GDP的主要部分 他認為最有效刺激消費的 就是停止暴力 令到市民和旅客有安全感 上街購物 他還相信 消費回升就是香港經濟最大的動力 你叫那些示威者 攬炒派 他們怎麼肯去花錢呢 更加大家在勒緊褲頭 個個都不願意花錢 因為你想做那些什麼 你叫東人人個個向西 對不對 你還說出口叫人家 根本上你就想撲大內需 就是浪費了 沒有人肯花錢 這個聖誕 起碼那些黃絲很多都不肯花 連登仔也不肯花 那些青年的前線學生也不肯花 你就叫藍絲出來花錢 口爽何包納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